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晨峰 这段时间呢 口罩非常的难买 像我们这个镇过年前 所有的药店就已经没有口罩卖了 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 当时他去药店买口罩的时候呢 药店就只剩一包口罩了 当时口罩的价钱是五块钱一个 换平时的话 这种口罩是五毛钱一个的 像我们村的村长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口罩 他女儿特地从隔壁镇赶来 从他这里拿口罩 其实我很想问他是 从哪里买的口罩 但是我还是没有好意思去问 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也有一直在网上去看 当时一直没有找到 有卖一次性移用口罩的 前几天呢 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链接 告诉我可以预约口罩 我点快针了 发现确实是可以预约口罩的 每天三点的时候可以预约 预约成功之后呢 在当天晚上的八点就可以下单了 因为现在口罩很紧缺 所以他每天限量销售一万份口罩 每一份就是十只 然后十只口罩是十八块钱 每个人三天只能下一次单 一次只能买一包 也就是十只口罩 当时我就是盯着手机 等时间到了 我就是点进去预约 这个口罩是在某东平台上销售的 很奇怪的就是 我发现就是用某东的APP 就是预约不了 但是从链接点开就能预约 所以的话晚上我也是点链接进去 然后成功下单了 发现现在快递的物流真的是很慢 现在已经过了四天了 他的口罩显示还是在江西南餐 他的预计时间是23号可以送到 其实现在我也不需要用口罩 因为我待在家里 而在这里的话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有小伙伴想要买口罩的可以去抢一下 因为好多人预约 所以可能会比较难抢到 前段时间阿里巴巴好像给我们将近 捐了20万只口罩 这些口罩都是免费的 但是需要去抢 我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抢到 所以我想去买 但是想买口罩也是比较难的 所以尽量还是不出门吧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